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住自己 那么你这个就没错 就说我不动别人因果 你个人重因 个人德 你今天伤害自己了 或者你做错什么事情了 我修我的 我不动你因果 那么就是小程 修自己 把自己管好 那么做词呢 就是我必须要有所作为 我必须对别人要去帮助 你看见别人 不管 如果看见别人了 看见别人在堕落 或者看见别人在做不好的事情啊 你 不能不管 叫做词 这个手戒呢 就是说 如果你不管的话 你就是犯戒了 大家听懂了吗 如果看见一个人 做坏事 你不管 你犯戒了 这就叫做词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 不但要管好自己 还要管别人 真的不容易的 很多人说 等我修好了再去管别人 你这辈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你不可能这辈子能修好 再去管别人 很难的 所以要靠自己的功德 功德越大 你就会受到菩萨的护念 照顾你 所以你去看 整天忙于 在外面做功德的人 他的孩子很出色 很优秀 为什么 菩萨在照顾他家里啊 我们有很多佛友 根本英文都不会的 他的孩子 成绩啊 各方面都考得很好 妈妈很多都不懂的嘛 爸爸也不懂 所以像这些 就是我们说 要靠菩萨的护持 经常念经的人 你会在你的身体上 会涌现出一种光芒 当你有光芒的时候 那么菩萨就很容易帮助你了 因为你走到哪里 有一团光到哪里 那么当菩萨在天上 或者互把人看到你 周围的环境都是黑的 很倒霉 很糟糕的时候 菩萨就直接 把你这个光给照住 那么就是我们所讲的金刚照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修心的人 稀里糊涂了 晚上太晚了 在马路上 明明有个结过来 三六九了 一个车子过来 就撞不到他 所以师父就是告诉你们 一个人修心 能够修到光芒出来 那么这个人实际上呢 就是功德无量 如果一个人 能够修出黄光出来 黄光其实就是金光 这个人是人辱功德 所以一个人能够忍耐的人啊 他这个功德很大 你看忍耐的人得平安 你们知道吗 你家里忍耐一下 得平安 你跟孩子忍耐一下 你家里也保平安 你跟外面单位的老板忍耐一下 你在单位里一直可以干下去 不跟别人吵 不跟别人闹 你一直在忍辱的话 比守苦戒 更要搞不知道多少 就是境界不知道搞多少 所以一个人守苦戒 我吃苦啊 我劳动啊 我擦地板啊 不如守人辱功德 所以一个人能够忍耐的人 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他能够得到别人尊敬的 你看在社会上 一个人不能忍耐 一碰就跳 一碰就跳 你说这种人 你说谁尊重他 谁喜欢他 最主要一碰就跳的人 是有妄念 他心乱了 他妄念就出来了 所以一个人心不能乱 妄念不能有 当你真正的想开想通了 你的真如本性就出来了 当你真如本性出来了 那你的烦恼就会没有 你烦恼来的时候 那么你真如本性就找不到了 所以你去看一个人很烦的人 他得不到菩萨的加持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其实修行就是跟无常在赛跑啊 很多人很快就会出事的 生病啊 什么都有可能 好好的抓紧时间 修行 等到该出事的时候 他就不出了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这是跟无常赛跑 所以 等到大限来临的时候 我们都要做好思想准备 那么佛弟子呢 应该将平等不二 一个人一心一意 能做成所有的事情 一个人这个做做 那个做做 那你就做不成事情 所以佛教里面讲 平等不二 因为在你的身心修持当中 你的日用当中 你要使自己的妙法 要因佛性而成佛 因为有佛性了 你才能成佛 因为你一心一意了 你才能成佛 因为你完全懂得 生活就是修行 生活就是六波罗蜜亚 忍耐叫忍辱波罗蜜亚 天天很努力修行念经 早上这么早起来 精进波罗蜜亚 都是波罗蜜亚 大凡聪明之人 即是物事 就是凡是好像很聪明的人 实际上 他就是物事之人 非常的物事 就很容易把事情耽误的 你去看好了 这个人好像很聪明 其实把很多事情都耽误掉了 实相就是物事了 何以故 为什么呢 为其聪明生意见 你去看 这个人不以为自己很聪明 他就好好的干活了 好好的做事情了 他就不会做错事情了 为什么他们那些人会做错事情呢 觉得自己很聪明啊 我要这样做 我要那样做 为其聪明生意见 接下来意见一生 便坚持之 就是我坚持 我意见生出来之后 我就坚持 不肯换 你去看好了 凡是自作聪明的人 他肯定好的肯定好 人家跟他说不行 他意见一生出来 马上就坚持 肯定好肯定好 而且且不忍割舍 你去看 自以为聪明的人 只要讲出意见来 他不肯割舍 他不肯放弃的 因为我讲出来了 我死要面子 且不忍割舍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很傻的 为什么他们会无事啊 因为啊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聪明 所以觉得很聪明的人 就会伸出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自己的意见 一伸出来 马上就坚持 坚持人家跟他说不好 他也不忍割舍 那么就是开始误事了呀 你们觉得 过去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人了 明明是错的 因为他讲过了 他就不改 那对不对啊 很多爸爸妈妈也是这样的 孩子跟爸爸妈妈说 妈妈你不了解的 什么 我说 我就是这样的 听其言必观其行 是取人之道 你这个人听别人讲话 你一定要看他的行为 如果这个人讲话 跟他的行为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人是好人 如果这个人讲出来的话 跟他的行为不一样 那么 这个人就不是好人 所以是取人之道 就是说你能够认识 这个人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不要听他讲 要看他做 他做出来的 跟讲出来的 是不是一样 念佛的时候 第一步要动静一炉 动和安静都要一样 今天脑子里想什么 跟身体上做什么都要一样 行是动呀 言行要一致呀 动静一炉 然后苦乐一炉 开心也不要过头 开心到最后会苦的 苦了也不要难受 苦到最后会开心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苦到底 没有一个人快乐到底的 每个人都有苦乐 因为是人道 动静一炉 苦乐一炉 到了最后 什么都不害怕了呀 因为知道要上天 知道终有一天要走的 所以就不害怕了呀 所以叫生死一炉呀 所以你把苦和乐 都不当回事了 你把动和静 这个世界上 都不当回事了 那你生死 也不当回事了 我不理你 人家拿你没办法的 你一离别人 你就麻烦了 欲戒众生啊 根本定不下来啊 他这个欲 不是说天上的那个 欲戒天的欲啊 他是指我们人间 有欲望的 人是定不下来的 人就是这个毛病 什么都动啊 哎呀 碰到点事情 马上动了 一碰就跳 对不对啊 人家一搞你 你就跳 不要跳呀 人道以下 那就根本不用说了 你们告诉我 有哪个动物 动得少一点的 那个狗啊 不停地动啊 猫不停地动啊 老鼠不停地窜啊 蟑螂不停地爬呀 就是在欲戒天 也定不下来啊 在欲戒天上 四天王天 涛利天 夜魔天 兜率天 他化之在天 这些天 你也定不下来的 因为在天上 太美了 美得不得了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录定 靠自己的力量 录定很难 那怎么办呢 靠菩萨 让自己录定 靠菩萨 怎么让自己录定呢 守戒呀 你看守戒的人 都能录定的 为什么在公共场所 人家在吵架 明明你也可以吵架 你为什么不吵呢 因为你要学菩萨 人录啊 所以你就是守戒啊 所以守戒才能改变人的思维啊 所以录定就是守戒了 你们知道守戒的力量非常强啊 那时候都没有忍服活 但是 该去那么藏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不得 energía